兄弟吧 国人作者又出新模组了 看到我背后这一盘盘美食了吗 这可不是MC原版能做出来的东西 这美味的全家头 我的口水都要留下来了 众所周知 MC原版要想展示食物 只能装在我们的物品展示框里 而且食物都是贴图 没有任何模型 而这个模组最强的功能 就是将我们做好的食物展示在盘子里 现在展示的每一道食物都经过了细化和切分 甚至摆进盘子里的数量还能形成不同的外观 跟真的一样啊 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效果 像掠夺者派居然会给我们提供不祥执照的buff 那么不同的食物能加多少保质度呢 我现在非常饿 直接进行一个大吃特吃 可以发现 不同外观的食物吃起来确实是一种享受 呃 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 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 不过非常的好吃啊 全家桶时间回复了8个的保湿度 其他食物也会根据材料的不同来提供不同程度的回复 接下来就是音品了 先来尝尝浓稀可乐 嗯 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味道 而且非常的强力 给了我们速度和奇异化的效果 其他音品也都类似 可以给我们不同程度的buff 这个模组里还有一个非常炫酷的设定 调酒壶 而所有酒类都可以通过调酒壶合成 非常有趣 尤其这个调酒的动作 非常有感觉 最后就是经典的国人模组玩耿时间了 比如这杯叫做鸽子酒 酒都没来啊 什么皇帝的星宿 还有这种喝掉就会天拳地转的酒 每一杯都有不同的介绍 有的诗情画意 有的充满红黄之力 你最喜欢的酒是哪一杯呢 反正我是最喜欢这杯棍子酒 毕竟我就是鸽子嘛 模组名字叫做胡萝卜厨房 是一个还在开发中的模组 喜欢的观众赶紧去下载一个 支持我们的国人作者吧 我是顾子 我们下期再见